澳門立法會選舉有6組一共21個參選人 日前被取消參選資格 相關選官會交代參選人的準則 包括要同時要擁護中共領導和國家憲法 尊重憲法和澳門基本法下確立的憲制秩序 不得抹黑中國和澳門 不得有惡意攻擊、抹黑人大 立法解釋、決定的言論和行為 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等 澳門立法會選舉今年9月12日舉行 有6組名單合共21個參選人 日前被取消參選資格 其中民主派3張名單 在限期前回覆選管會說不會換人 選管會強調 相關掌則是為落實愛國者自傲 參選人曾經針對特區一些施政 作出一些監督的批評 是不屬於上述一些情況的 事實上 選舉法是針對這個參選人 對這個審核參選人有較嚴格的規定 是考慮到特區政府對管治團隊有更高的要求 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自傲這個原則